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4月的海关进出口统计 7号要公布 今天3号嘛 这个7号要公布 也就贸易账 7号公布 财政部长今天透露了 这应该会达正连时红 主计总处概括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是8.16 这个很高的GDP的增长8% 那所以财政部长相信出口成长态势会延续 出口连时红是好事 不过今天股市重叠 那个记者也有问到股市的部分 那财政部长是说呢 国安基金会紧盯股市了 这个当然就有点打强心针的味道 那景气灯号因为连二红嘛 就是说会不会有过热的问题 今天国发会的主委也有说话了 他说去年第一季跟第二季机器比较低 所以亮红灯的几率也很高 那下半年如果还持续亮红灯就要小心一点 所以下半年如果还是持续这么热 那要小心一点 那观察目前还没有通膨的状况 台湾没有明显的通膨 但是美国的通膨似乎看起来是越来越明显 那至于说新订单很热络 中金院今年有公布四月份 这个PMI跟MMI双双创下新高 所谓PMI就是采购进人指数 来到68.7 这个非常高 吓死人了 就要升了六个百分点 2012年7月编制这个指数以来 最快速的扩张速度 连续六个月维持在60以上 显示接单的情况 就是说在整个预期未来的景气的状况 经济状况都非常好 至于说MMI也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 指数攀升4.9个百分点到60.1 这也是创下2014年8月 这个指数编制以来最快速的扩张速度 也就是说内外需的状况都是很热 不过热的过程中 热过头我们也要去注意 对不对 就是说整个经济会不会有过热的状况 那另外欧元区4月制造业指数 刚刚也公布出来 这个PMI升到62.9 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也是全世界一致性的 也不是只有台湾 就是说在疫情的经济复苏之下 虽然说现在目前看起来疫情很严重 就越来越严重 第四波的疫情 印度的状况 整个全世界状况 疫情并不乐观 但景气当然持续在往上暴冲 这也是呈现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台币今天收贬2.9分 收27.979 因为上周美元开始在转强 全周美元指数上升0.5个 上升0.5% 另外美国十年期国债值率上周 也开始又出现转强 上升7个基点 这两个风险指标我们要注意 因为这两个都是股市反指标 那阳明今天涨停板 为什么阳明涨停板 现在告诉你 因为三月阳明今天刚刚宣布出来字节 单月税后存益高达79.41亿 这个年增您知道多少吗 百分之2046 这个税后存益增加了20倍之多 20.46倍 高于一月份的税后存益74.8亿 三月这个又高于一月的状况 那三月单月的EPS就2.43元了 所以你看单是第一季就已经赚了7块了 所以你看全年赚20块以上 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如果照这个速度看起来的话 今年阳明一月跟三月获利 已经达到154.2亿 超越去年第四季的101.45亿 第一季就可以赚超过半个股本 第一季就可以赚超过5块钱的EPS 大概6块到7块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阳明今天为什么涨停板 因为这个数字要公布 另外韩国股市 今天日股修市 韩国股市收盘是下跌0.66% 同样是下错的 跌幅不大了 比台股小 收在3127点 韩国第一季的工业产出 打破空前记录 韩国统计厅公布第一季工业生产指数 计增1.7%到111.2 这个是有这个数据编制以来的最高 晶片跟汽车需求待望 4月份韩国外销增幅是10年来最大 韩国整个4月的外销增幅是41.1% 这是2011年1月以来最剧烈的增幅 最大的一个增幅 不过今天韩国股市倒是下跌的股票比较多 因为整个指数也是下错的 三星集团整个全面主要的三星里面的group 除了三星电子是走高0.25%以外 其他大多都下跌 海力市是走高2.7%的 在韩国股市今天表现的相对比台股稍微再强一点 台股今天真的是很弱了 另外在雅谷里面 今天香港恒生指数是有开盘的 虽然大陆应该放黄金周 但港股今天是有开盘的下跌367点 跌幅1.28% 这指数的跌幅相对比台股再小一点 因为台股今天加权只跌了2%了 贵买只更是跌了3% 今天是重挫的一天 大陆股市放黄金周假期 所以今天是休市 今天蛮多市场休市 英国股市也是休市的 至于说最近当冲要不要降税延长 最近金融馆会建议财政部延长当冲降税5年 因为当冲现在目前证交税是千分之1.5 一般正常证交税是千分之3 所以是减半征收 结果行政院长陈冲等人最近都在讲说 这个当冲会让股市变赌场 今天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就回应说 不完全认同 这黄天牧毕竟陈冲也是他的老长官 这个要否认陈冲的说法 他也是蛮含蓄的 这就是说不完全认同 那应该言下之意就是不认同 但因为老长官所以说就不完全 就加了一个不完全 这蛮含蓄的 他说就因为当冲降税把台股形容是赌场 可以再斟酌 因为毕竟陈冲讲话也是有一定的power 当过行政院长的人 金管会主委干过 那股市是不是赌场 那美国股市可不可以当冲 美国也可以当冲 如果你要把当冲当成是赌场的话 那这个全球股市可以当冲的都是赌场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这样讲 其实真的不是在所谓的当冲什么要不要降税 这个问题当冲台湾股市最大的问题是买空卖空 大家搞清楚 也就是说美国是直接你今天买股票就马上扣款了 你至少账户里面要有本金 台湾不是台湾T加2 所以你账户里没钱也可以当冲 这才是问题 所以你真的正本清源 你不能限制老百姓人民今天买进今天卖出的权利 我觉得这不能去限制他 本来就可以让你今天买进今天卖出 为什么我买错股票我今天不能卖出 但是你这个T加2的制度要改掉 就是说你今天买了你今天就要扣款 你账户里要有钱 限制这个过高的风险交易 这才是重点 如果说你今天T加2这个制度不改 你今天可以买空卖空 那当然是有这种所谓投机成分很高的状况在里面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给各位参考 所以我觉得你说陈总有没有错 黄天幕有没有错 我觉得都没错 但重点不是在这边 重点是今天台湾的交易制度的问题 对不对 全世界很奇怪的 这个可以T加2这样 所以不用当天买卖 当天交割的 这个钱不用扣款了 这个很少见 全世界很少见 好那台股的行情今天是 第一个交易日就重挫 赶快来请教大华国际论 投过洪事者分析 洪老师你好 莫兄大家好 洪老师今天怎么回事 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 出现大量一个场黑 早盘那个沙盘的重心 还是在电子股 之后卖压在尾盘 也扩散到传产股的身上 那大盘今天的一根场黑 把上个礼拜的涨股全都跌回来了 今天的下跌加速 也高达了千加以上 很多的个股都出现 5%以上的一个跌幅 台股这一次就要考验 多方的一个信心 那大盘今天下跌344点 成交量来到了次大量 5877 而且是10黑K的一个 收最低的一个现象 那三大法然全部都卖在 都是在一个卖方 转线上面的一个大盘支撑 我们就可以观察 在4月22号的一个低点 17,066点 也就是上次市场出现 6,466亿的一个天亮的黑K 刚好也在月线支撑的一个附近 所以在大量的K线 以及技术面的双重支撑之下 转线上面我们就可以观察 这个17,000点附近 能不能够守稳了 那大盘今天可以说是 几乎是各大类股都拉回 除了少数的像航运 波涛还有纺织 还有金融是上涨之外 盘市今天也高达8成以上的 个股都是下跌的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大的关键就是 电子股出现领跌 我们过去也有提到台股组成的一个结构 有七成的股票是电子成分股 电子股也是传统的人气的一个族群 如果电子股没有办法指稳的话 台股的行情就不容易走太远 那当早盘电子股全面中错 被套在电子股的一个投资人 有些会选择 卖出手中赚钱的传产股 来让自己少赔一点 所以很多早盘强势的传产股 在尾盘也出现了几跌 就是这个原因 像2031的星光缸 或是2038的海光 都是早盘大涨 回盘却出现大跌 所以接下来盘市的重点 除了刚刚提到的 大盘短线就先观察 一万七点点附近能不能够收稳之外 其次就是电子股需要赶快的止跌 那在上个节目 我们也分享了我们最近的一个操作的重点 不是在选择哪一种个股 而是又要严格的控制 持股的一个档数 那透过今天盘市 大家就可以体验到 股票的上涨不会一起涨 但是下跌容易一起跌 那今天的很多个股 都下跌超过了5%以上 要是持股档数太多的投资人 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会比较难以处理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们在节目上面提醒大家 要控制持股的档数 那今天早盘的卖压重心呢 集中是在高人气的电子个股 像面板的群创 友达还有彩晶 在外资呢 看外之下 全部都是大跌开除 而没有利空消息的 像IC设计 很多的股票呢 早上也都出现大跌 尤其是上个礼拜五 刚刚跳空涨停 创下历史新高的联发科 那今天呢 不到10点呢 在没有利空之下 联发科也差点杀到跌停 所以呢 在指标股重挫了 也会连带的影响到许多 IC设计的一个类股大跌 而且呢 步伐过去的一个人气的 这些个股 所以呢 早盘很多人气电子股 都出现了同步大跌 当然就会影响了 今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走势 就算呢 大盘早盘呢 想靠着这个钢铁 航运类股来撑住的市场人气 可是呢 尾盘指数呢 却收最低 很多传染股也出现了 开高走低的一个态势 所以呢 盘市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呢 不用去区分呢 传染或者是电子 因为很明显的 要是呢 电子股没有办法止稳的话呢 那盘市呢 也会被拖累 所以呢 行情要止稳 就是呢 过去市场的 人气的 电子股的一些指标股 接下来呢 不能再出现大跌的一个现象 好 那您刚提到几些 今年比较明显下错的股票 像连发科 您觉得它后市会如何 因为上周五 强势所涨停 呃 今天盘中几乎几乎快被打到跌停 呃 收盘也是大跌 呃 这个也很怪异 第二个就是被外资畅衰的面板股 就先前非常强势 今天三档这个面板股 全部跌停板了 哦 那这又是怎么 呃 观察面板股可能的情况 那还有一些 呃 重量级的IC设计股 好 这个像立基啦 好 像是 呃 亚信啊 这些就现前也涨很多了 那重量级的像是我们讲的 那IP的四星KY啦 经历科啦 金星科啦 艾普啦 M31 全部躺平了 好 那这一个类股又怎么观察呢 好 那台积电今天又是破底 对不对 跌破季线就算了 今天破了季线之后还破底 哎 这个麻烦了 那联发科也撑不起来 联发科 财报过后 就强一天 那就又往下趴了 今天 那个联电 对不起 联电财报过后 这个感觉起来 鼠中吴大将 红海也挂3%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认为 因为电子股在历经了去年大涨之后 很多的股票 都出现了倍数的一个涨幅 所以有一些股票 在涨多之后 拉回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这边的一个电子股的操作的重点 我认为 是要针对今年 还会继续成长 一些公司来做观察 股价呢 在最后呢 还是会反映公司的一个业绩 所以呢 我们是针对呢 今年产业还会继续成长的一些个股 来做后续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联发科啦 或者是联电啊 其实他们的这个业绩呢 今年啊 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可是呢 最近呢 因为这个整个盘市啊 今天出现开高 开低走低的一个现象啊 当然都就是因为 之前有出现涨多的一个现象啊 出现拉回了 那所以呢 后续呢 还是要持续的去观察他们 一些技术面的一个支撑 有没有指纹的一个现象 有没有未来市场呢 有买盘承接啊 就像去之前呢 领先我们看好的一些 啊 细晶元的一些产业的指标股 像6182的合金啊 在4月15号呢 我们低档呢 46.3元进场的 当时呢 我们也是利用了拉回的时候来介入 那时候呢 还是呈现一个量缩的现象 之后呢 就看到了投信 几乎是天天的一个买超 也创了波段的新高 来到了61.4元啊 涨幅呢 也高达三成以上啊 那我们再来举例的就是呢 刚才木槐兄所提到的这个联电啊 那联电呢 在前几天 创下波段新高 62.7元的时候呢 也吸引了市场投资人的一个目光 融资呢 也出现了一个激增的现象 尤其是在开法朔会以前啊 大家呢 都是想赌联电的法朔的利多 那法朔会呢 也如预期释出了好消息 但是股价在创新高之后呢 不到五天的时间 股价几乎是天天下跌 到今天呢 已经跌回到季线附近了 联电呢 从创新高到跌回季线了 不到几天的时间 现在呢 我想很少人的听到 有人在分析联电了 但联电呢 在这短短的几天呢 当然没有改变 它的一个产业基本面 目前公司呢 也是代工的产能全满 七月呢 要调涨代工的价格的计划 也没有改变 在法朔会完之后呢 很多人的 很多的法人的机构 也都调高了联电 今年的获利的一个目标 从过去的预估的两块多 拉高到三块多 所以呢 这个时候在基本面 还是维持着一个成长的现象 但股价却因为呢 市场的因素的拉回 就是呢 投资人可以开始研究的一个时候了 尤其呢 当融资呢 开始大减 就像过去呢 我们说过 好公司呢 还是要搭配 这个好的一个买点 对比呢 联电过去呢 创新高 大家一窝蜂的看好抢劲 那现在呢 股价回到了季线附近 大家觉得是股价创新高 进场安全呢 还是回跌到季线附近 进场安全呢 所以呢 刚才所提到的联电的这个例子呢 是现阶段投资人呢 又可以注意的一个焦点了 不论是操作这个船厂 或者是电子 如果呢 能够确认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在今年会继续的成长的话呢 那股价拉回到技术面的支撑呢 就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机会了 好 那另外你刚 您刚刚讲的那个像新光钢 今天这个被砍到跌停嘛 对不对 是 还有就是海光也是收盘 最后半小时大跌下去 本来都很强势的这个钢铁股啊 像连中钢都翻黑 那中鸿本来盘中是逼近涨停板 那叫收盘也是打到几乎只是快到平盘 那这些钢铁股您刚刚讲说 受到整个大盘不好 电子股走低的影响 那他们后市呢 后市会再往上拉吗 今天当然很多的钢铁股呢 出现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 但今天呢 有一个新闻就是呢 中国的一个钢材呢 出口呢 退税呢 会在5月1号开始取消 这也表示哦 中国现在的一个产量大点之下呢 已经没有很多的一个产能能够出口了 既然呢 它的一个出口不能 不能大幅的一个增加之后呢 那钢价呢 后续呢 还是会继续的往上涨 那钢铁股虽然在过去呢 也因为大陆的一个减产 短线的一个急涨 可是呢 目前产业面呢 还是向上的哦 尤其呢 过去呢 钢铁股是 国内还有是国外的一个法人呢 密集买超的一个重点 像中钢呢 过去呢 在外资跟投信呢 也是一路的大买 加上呢 很多钢铁股呢 股价也相对的比较低 对比呢 很多的电子股呢 都是在两三百块以上 未来呢 要是钢铁股有出现短线的一个急涨的话 还是会吸引呢 过去没有参与到钢铁族群的一些市场的一个资金 所以呢 大家可以趁这个急涨的时候呢 可以逢低的一个分批进场 好 那我们还可以关注什么样的焦点呢 近期呢 我们这个操作的重点呢 就是呢 针对今年会继续成长的公司为主 最好呢 股价又拉回到成本 这个法人的成本附近 因为呢 股价短线的涨跌 容易因为市场情绪呢 跟气氛所影响 所以短线股价 会有超涨超跌的情况出现 可是呢 时间拉长 股价最终会反映了 公司的一个价值 所以呢 利用短线市场呢 情绪恐慌的时候呢 趁机逢低进场 好的公司呢 这样呢 不只能够股价呢 涨上去 你会赚得比别人还要多 股价不如预期的时候 要离场呢 损失呢 也不大 就像刚刚呢 我们举例的连电 如果呢 你在上个礼拜 创新高的时候进场 跟股价拉回到 季线附近进场的话呢 公司呢 其实它的基本面 是没有改变的 可是市场呢 大部分的人呢 会选择在股价 创新高的时候 才进场 因为呢 等看到股价 大涨创新高 大家就会信心 满满的强劲 可是呢 就长期赚钱的 投资人来说呢 好公司买在股价 下跌的时候 才是呢 最好的一个 赚钱的方法 那今天呢 指数拉回了 344几点了 只要呢 你控制好资金 以及呢 持股的档数 那大盘拉回 就是你 买好股票的一个时机 所以呢 我们最新锁定的 4月份的营收呢 大幅成长 股价回到法人 成本区的一些 好股票呢 也欢迎呢 今天来电 跟我们把握 这个大盘拉回呢 再次进场的一个 好机会了 好 那大家可以关注 红智德老师 我们这个时段的盘后解析 黄老师透露相关讯息 非常谢谢黄老师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除了我们刚刚讲说 阳明智节 整个三月啊 就已经大赚 两块多啊 这个前 三个月啊 不含二月啊 已经赚了 这个150亿的数据出炉之外呢 威刚今年也公布出来 第一季的存益 季增一倍 每股EPS是2.94元 写下14季的新高 经测四月的营收 公布出来3.54亿 年增只有3% 不过也是创历年同期的新高 那至于说在 晶片缺货的部分 刘德英接受了 CBS60分钟节目专访 他是说啊 晶片短缺跟晶圆厂 所在地无关 他认为六月底 可以赶上测用晶片客户的 最低需求 记得是最低需求 但这个不代表 测用晶片短缺的情况 就是在两个月内 两个月后结束 这个是在CBS专访 刘德英的说法 那另外刘德英 我觉得他有点刀美国了 这个刘德英讲话 我觉得他蛮敢刀 这个有点 大家听听 他是接受CBS这个新闻节目 60分钟很有名的节目专访 他说晶片短缺跟晶圆厂 锁在地无关 美国你应该投资研发 培养博硕士跟大学生 投入晶圆制造 而不是试图移动供应链 你看这个话是不是在刀呢 我个人是觉得是在刀 这个大家自己去 赶赶赶 就是说可能给各位可以去 这个想一想是不是 那另外外资市井面板价格出现 可能会出现反转讯号 所以面板三王重挫跌停 这个就是瑞幸又开了这个面板一枪 瑞幸开中钢一枪也就算了 那去开面板一枪 他说呢 第三季面板的涨势将会放缓 第四季恐怕在陷入 攻过于求的一个状况 这个消息出来造成面板股今天的重叠 波克夏也公布出来 然后在这个上周末 巴菲特他们举行了股东会 有很多的重要内容 讲不完没时间讲 所以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等一下访问孙庆隆 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注意的是 巴菲特说通膨明显 钢铁成本攀高 经济如今是火热的 所以美国的钢价也是在大涨 巴菲特说 波克夏所有事业中都观察到通膨 需求激增的现象 工业子公司原物料成本高涨 而且转嫁给客户 建商面临木材短缺 薪资上涨 零售商之出现消费者扫光存货 偶尔还赶不及补货的现象 他说呢 钢铁成本攀高 冲击到波克夏住房跟家具事业 等等等等 这个很多 这段内容各位应该都有看到 这个股东会的内容 好那今天重跌了344点 然后还差100点 可能会跌破月线 因为距离月线 这个底 只剩下100点 然后另外今天贵买纸已经灌破月线 我们赶快请教 投资家日报申请红总监 倩龙你好 慕华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今天这个电子指大跌将近3% 半导体指也跌到1.8% 这为什么会跌这么重呢 5月第一个交易 这是在吹什么风 如果要说源头的话 其实应该是跟美国科技股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 其实在上周五出现大跌2.89个百分点有关 那费城半导体或者是科技股 为什么会跌 其实是来自于拜登 他接下来可能会推出一个叫资本利得的税 而且是要往上调一倍 那这个不因为过去这几年 其实全球尤其是美国股市 其实股市不断的节节高升 其实根据外资的研究报告 其实就显示 目前美国这个1%的有钱人 他们现在目前手上未实现的资本利得 是高达1兆美金 那这个其实现在目前美国政府 在推出很多的政策 他们可能必须得扩大那个裁员的部分 那在扩大裁员的部分 他们就把矛头指向的可能会针对 在投资市场中你所赚到的资本利得 然后税率可能会double 那这个double的部分 其实会影响比较深的 其实就是科技股 因为过去这几年 科技股真的是涨翻天了 比如说像Tesla 我记得Tesla几年前的时候 都还在100块以下 那现在已经来到700多块了 苹果我记得五年前的时候可能还在20块 现在已经来到130几块了 它是分拆之后了 那脸书也从这几年也都涨了三到四倍 Google的母公司阿发贝 其实也都是这样子 Amazon也是 其实也都是出现了数倍以上的涨幅 所以其实当如果资本利得税 它可能被调高的这个政策 如果它会出来的话 那对于手上持有这些 科技股的一些有钱 他应该会选择在磕税之前 把股票卖出来 这个其实在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状态 那当时其实富人确实是在欧巴马开征 这个税之前把股票卖掉 他们那时候卖掉 他们持股的不过大概1% 但是后来因为整个景气又上来 所以他们又回补了股票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税确实是会影响到 短线的一个市场的信息 尤其科技股涨这么多 那台股跟科技 跟美国科技股的联动性又非常的高 那但是重新再回来 其实我觉得台股其实今天的这个跌 一方面可能跟 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面 可能有一点点跟拜登加税有关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短线真的涨幅涨太多了 上礼拜还在木华哥节目中跟大家报告 今年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主要的股市中 台股的涨幅竟然是排名第四名 第一名是阿布达比 第一名是卢森堡 第二名是阿布达比 第三名是瑞典 这都比较小的经济体 台股的到上个礼拜的时候 涨幅是来到19% 所以短线涨这么多了 其实它自然而然都需要一些休息 另外我们过去长期在观察 其实短线是否涨幅过大 是否会酝量可能回档修正的风险的时候 其实之前有在木华哥节目中分享说 你可以去观察指数跟年限之间的一个 正乖离的一个状态 其实到上个礼拜 到上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台股因为 到上礼拜四 台股因为指数再度刷新的历史新高 将指数推升到17709点 也让整个指数跟年限的正乖离 在4月29号的时候是来到27.8% 27.8%就过去的统计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偏高 因为今年其实有出现过几次 其实跟指数跟年限正乖离 其实甚至有接近到三成的一些内容 后来都有出现一些修正 比如说今年的1月21号 当时的指数一路的推升到16238点 然后指数跟年限的正乖离 是来到31.4% 那正乖离如果过大的话 确实是反映了短线涨幅过大的一个状态 那短线涨幅过大 它需要休息 那休息其实资本市场会用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横盘的整理 另外一种就是往下修正 那在1月21号的时候 那一次其实年限跟指数正观力 来到31.4%的时候 其实它是透过往下修正 所以后来指数从16238回挡到15089 修正回挡的幅度是超过11140点 所以这个也让整个跟年限的正乖离 从原本的31.4%下降到22% 那个才修正完毕 那修正完之后15089 现在投资人在想那个点数 是非常漂亮的点数 它基本上就是台股又从那个点 又开始的重新一波的涨势 那一波的涨势一路涨 涨到2月25号的时候 又把指数推升到16474 那个又是再一次的突破了 刷新的死高的一个数字 那当时指数跟年限的正乖离 也突破了30% 来到了30.4%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指数跟年限乖离过大 它只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横盘的整理 这是比较好的强势的整理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向下修正 那在2月25号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出现了往下修正的一个状态 但是修正的幅度不多 只有从16474回跌到15636 也回跌了7800一点 然后也大概修正了6%左右的距离 然后回跌完修正完之后 就重新的再上去 那所以变成每一次的回档修正 都是为了走下一次更长远的路 所做的一些准备 就像我们在爬山嘛 你不太可能一口气攻顶 所以来到了半山腰 你要休息一下 喝口水喘息一下 然后整庄待发之后再重新上去 那所以在4月29号的时候 当指数跟冲高到17709的时候 其实它与年限的正乖离 也在快速的扩大中 那其实在快速的扩大中的时候 其实过去啦 其实早期我在统计这个数字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年限跟指数 跟年限的正乖离 只要超过两成以上就很大了 但是因为现在的资金的狂潮 真的让整个指数的结构 出了一些变化 所以基本上都要来到27 28%以上 才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和回档修正的一些压力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上上礼拜已经来到28%了嘛 所以我觉得回档个 只是我心里说的 我是回档个一两千点 其实也不为过啦 17000点少个一来到16000 你看即使回档到16000 那跟先前的这个16000的高点 其实反而是以前的天花板变地板了 所以我觉得这波的整个行情 其实都是到目前为止 我看起来都还算是 所以你觉得会回档1000点以上 还蛮合理的 从今天开始吗 就一路回下去还是怎么样 看季线的位置是在16410 16410 所以我觉得季线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过去今年以来台股啊 其实大概回档到月线 大概几天之后就会上去了 还蛮明显的 今年以来大概都是沿着月线 再往上升的 那即使破了 比如说1月21号那一次 因为跟年线的正乖率 超过31% 所以它出现了千点以上的回档 但是月线只破了三天 它就站上去了 那2月25号回档修正 也是破了月线之后 也是破了三四天 它又重新站回去了 对啊 所以这一次其实 月线其实是在17120 所以跟今天的指数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嘛 那我觉得 看起来应该 过去感觉是在月线会有支撑 但是我这一次 我觉得应该至少要到季线 才会比较 比较 比较健康一点 这次让你看得比较差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啊 很多的个股 其实都是涨了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 涨多了是主要原因 对啊 其实这个时候去做一些 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其实还蛮合理的 因为台积银今天 有破底嘛 对不对 到588嘛 588 之前的低点是570嘛 所以还没有破 我讲 不是以那个前 那个绝对低点 我说破段 现在目前短破段 它又破底 对啊 之前人家说 它也先 587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点嘛 不能破嘛 那它也破是破季线嘛 所以你对台积银后市 你怎么看呢 照理来讲台积银是 台股一样 很重要的指标股 对不对 对 跌到588 我的感觉是 还好 对 我觉得 它没有到 应该说 它未来台积银 它的获利 一定会持续的走升 今年赚23块 明年赚26块 后年赚29块 然后可能之后 就会突破30块的EPS 当它获利 持续的走升的时候 在本一笔 没有被调整的情况之下 股价往上走 是蛮合理的 今年 大概股价来到629 是可以反映 它今年的获利的表现 所以在明年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的股价 目标价到700块 应该都是有看到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台积电的股价 跌到580几 其实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是就价值 就是你是看好 整个台湾在金元代工 尤其在台积电 未来的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价格 应该就算是一个 还不错 可以去思考的点 那讲到台积电 那我想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投信今天卖超的16亿 算是比较罕见 单日大卖超 今天投信卖超 第一名是联电 就卖了2万张 另外卖华航8500张 南亚科也砍掉 5700张 华邦店砍掉了3500张 友达3000张 日月光头控2600张 望虹2000张 天狱1400张 伪创1300张 颈缩1200张 全部砍这个半导体面板股 那另外投信买超 就是换股换进来 换什么呢 换中钢7000张 长龙换了6800张 大成钢 台坡 阳明 台象 亚聚 台聚 中宏 万海 全部换船产换进来 延续上周五的 换船产一样的策略 那上柜的部分 投信买超第一名是威刚 威刚今天算强 收平盘 另外买金财 群联 合金 玉太 红硕 台半 元太 环球金 跟信华 那外资今天 是卖超81亿 卖超的金额还算温和 卖超 有达 连电 开发金 中钢 中宏 台积电 林阳 伟创 台聚 买超 台湾 五十反一 中石化 长龙 南方 富邦金 长龙 航 望宏 国泰金 跟集胜 今天富邦金 跟国泰金都大涨 算是稳盘的股票 就是撑盘的股票 想要撑盘的股票 另外 在上规的部分 外资买超地名是元太 买汉磊 立骑 富桥 普城 日圣经 国统 正德 吉优 预创 仙境光 好 那我们继续来访问 投资家日报宣传总监 不好意思啊 刚刚您台积电没讲完 请继续 台积电 我觉得台积电没有不长 其实我记得之前网路上有个笑话 就是那个小明 有天就问阿嬷 就是台股去年长成这样子 他有没有感觉 阿嬷就说 没有感觉 然后小明就问说 为什么 因为去年的时候 阿嬷没有买到台积电 那最近小明又去问阿嬷 台股最近飙成这样 阿嬷有没有感觉 阿嬷也跟小明说 没有感觉 咔吧 咔吧 对啊 然后小明就很好奇 问怎么会没有感觉 阿嬷说 因为我买到台积电 所以 同样是一档台积电 去年没有买到 所以 没有感觉 今年买到了 本来没有感觉 不太好笑 没有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笑话的故事是说 台积电已经涨过一波段了 他去年的时候只有两百多块 现在已经涨到 即使今天来到五百八 其实他从去年的低点涨起来 也大概也两倍多了 所以当股票涨了两倍 两倍多 他自然呢 需要休息 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进广告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 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来到这个五八八 或者是他可能会再往下的时候 有没有可以更好的进场点 其实我自己 如果叫我自己去设定一个漂亮的买进点 我会设定在五百三十一块 但这个价格可能就技术分析的人来讲 是无法理解的价格 但是从财报分析的角度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价格 是因为 今年我们预估台积电可以赚 大概22到23块 然后明年可能可以赚26到27块 所以如果以今年的这个获利的表现的话 五三一大概是落在22倍左右的本益比 然后用明年的获利的话 大概是落在20倍的本益比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台积电他这一波在修正的时候 他现在市场愿意给他合理的本益比 大概已经来到25626甚至27倍了 所以他如果能修正到223 或者是以明年的获利 如果买到五百三十几块的台积电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价格 那如果真的到五三一的话 台积电要再跌10% 照今天收盘价来讲 快了 如果台积电跌10%的话 大盘可能要跌15% 刚好跌到季线刚刚好 哪有15%就破季线了 没有我们还有富邦金可以撑盘 然后富邦金今天拉上涨停板 问题他占权重 都很大 金融股算是还蛮大 没有啦 你第二大的连发科 占权重就只剩下一两%而已啦 你更不要讲富邦金是排第几名 我看富邦金现在目前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富邦金排第十一名 我猜富邦金占权重大概连 还有国泰金嘛 连一%都没有吧 赵峰金都可以在旁边帮忙加油 这些你跟台积电二十几%权重比起来 这些就差很多了 对啊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其实就是股价的波动啊 其实对于聪明的投资人来讲 其实有它的意义 这意义是什么 就是当大家知道其实股票要赚钱 就是四个字嘛 买低卖高 什么时候才会低 只有股票大跌的时候才会低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其实还蛮乐见 其实行情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因为如果当行情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 你才能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去买到一家好的公司 那是这个话是没错 但是很多人现在手上持股满档 甚至用融资买进的 那他现在跌下去 他没有钱可以去买股票 因为他手上没现金了 是不是 那就那个那个就是操作的一个另外一个策略了嘛 就是已经把线子弹用完了 那就只能希望行情的波动不要太大 可能接下来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大 不过大家仔细续回想啊 这一两年啊 每一次的大盘出现的一些修正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大概如果你手上有钱的 在进入修正的过程中 你进场其实很快的就可以享受到那个股价回升 所带来的赚钱的喜悦 那是指你手上还有现金 那即使手上没有现金啊 只要你买的公司不差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 或者是你没有用过度的杠杆 可能造成你可能信用维持率的 可能被迫被断头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大部分就是眼一闭 牙一咬冷冷就过去了 市场怎么下去就怎么上来 其实去年经历过这么大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也都是一样 怎么下去就怎么上来 然后更不用说从去年以来 其实好几次像今年的一月份 也是啊 也是出现那个指数超过千 回档了一千一百点 回档下来之后 然后在一万五千点这个地方 打底完之后又上去了 所以大部分只要你买到的是好公司 然后你基本上其实 因为目前我们看起来 整个市场往上走的趋势是蛮明显的 那这个指数为什么会往上走 有一个很大背后的推动力 其实是来自于通膨 其实通膨它会带动整个的 所有的价格都在涨 这个价格涨当然指数也跟着涨 我觉得其实过度通膨就是危机 这就危险了 但是过度通膨 我觉得当然为什么会通膨 就是因为连准会印的太多钞票出来了 那当然就会造成市场的这个 当钞票变多的时候 其实物品就变值钱 商品变值钱的时候价格就会飙涨 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因为整个通膨的状态 是还蛮明显在往上走的 所以自然而然就可以带动股市走升 而且加上今年很明显的 其实它就是基本面 确实都展现非常好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电子产业或者是传产 甚至连金融股的获利都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真的短线 应该说短线上 我真的看不到台股有大幅回荡的修正的风险 那你刚刚有讲一千点 一千点 长到一万七千七百点了 叠个一千点 给他 不过我是觉得你讲的没错 就是说景气啊 各方面我们看到都很好 但是你记得一句英文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你知道这个英文 太好了 以至于看起来不是那么真实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too good to be true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龙井的背面 其实我们要想到 它可能是瞬间翻转的危机 因为你通膨来讲 推升物价 推升价格是没有错 但问题是过度通膨 过度的这个经济的过热 其实也是一个 盛极而衰的这个开始 不是吗 有泡沫啦 其实像目前资本市场中 确实是有泡沫的迹象 但这个泡沫什么时候会破 其实目前讲是有点过早 甚至或者是有点起人忧虚 我们只能是跟着市场去看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大跌 或者是接下来的修正 都真的都只是因为 涨多之后的回档休息 今天今天的大跌 一定很多人关切 你看我们现在直播 已经有一千个人看 就是大家都 不要怕不要怕 对即使回档个一千年 你刚所讲的啦 什么这个下跌买进 然后会享受赚钱 的喜悦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其实上涨 我们也不要 赚钱也不要喜悦 下跌我们也不要难过 对对对 我们要股票市场嘛 就是说你要养成一种 就是说比较相对平常性一点 呼喜呼悲 这种情绪太快的变动 其实对长期投资来讲 也是一种磨难嘛 对理财先 理财钱要先理心 心决定你能不能理财成效的关键 真的这个话是很对了 非常谢谢孙琴总监 谢谢大家 谢谢一千个人 然后我拜拜 拜拜 比较重 中校东路钻石地段 台北核心